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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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學大學 當然是什麼 因為每一個國家文化不一樣 所以你到一個職場 如果真的是外商公司 你當然要入境問俗 對不對 比如說他們說日本人 真的在送客人走的時候 會就是鞠躬 就一直看著你 要一直目送到你的背影 或你的車子 超有禮貌 對...就這個道理 對 所以非常有禮貌 真的 如果說你那個車子已經彎出巷口 然後他這樣起來 剛好你又報告回來拿東西 對... 對不對 我上次跟日本廠商吃飯 是廠商老闆請吃飯 然後我們是客人 然後吃完飯以後 他們就是站起來 然後要送我們離開 然後我們想說 那我們不是一起走就好了嗎 沒有 他一定要目送你離開之後 然後他們才能回去拿包包再走 很有禮貌 就是禮貌 然後如果你跟上司 比如說有那種忘年會喝酒什麼 你知道乾杯喔 杯子的高度也很重要 要放在比他低的地方 對 你不能比他高 是不是 你這點在台灣應該沒有這個規定 滿好的 所以今天我們請到很多在這個 不同職場上工作的 有經驗的前輩來教我們這些大學生 是 當然還有一位 這一位呢 這個因為她工作官場出國 雖然瞭解很多各國的一些 工作的狀況 一起歡迎蔡比佑 大家好 創作歌手 哇 太棒了 新作品 謝謝 新作品 我和我的布拉姆斯 真的 對 就是全新作品 叫我和我的布拉姆斯 為什麼選布拉姆斯 因為我從小跟布拉姆斯很熟 因為我是音樂科班 布拉姆斯跟巴哈貝多芬 並稱為3B 他寫了一首我們都聽過的歌叫做 對 包包睡 快快睡 然後因為我最近29要30了 然後有很多的思考 比較失眠是不是 所以失眠了 對 OK 所以裡面是一些 我對於人生的思考的一些歌曲 非常好 明佑是科班出身的 是的 是不是 聽她的音樂就好像上了一堂這個 跨界流行樂跟古典樂的交合 這次是特別把很多古典音樂的元素放進去 非常好 謝謝你的專輯 謝謝 好 但是這個明晚再問一下 有沒有跟不同國家的人共識 哪有些對比較印象深刻的 有啊 其實剛剛就在講日本的不同的文化 我記得我之前去拍戲的時候 就是有去日本 他們的時間觀念 真的是讓我非常嚇一大跳 因為通常我都會睡到最後一刻 然後才從房間出來 然後才出門這樣 有一次我就是在日本的時候 然後 我發現工作人員比我早到很多 就是我壓到最後一刻 然後發現他們可能已經在了 然後我才聽說他們其實都會提早15分鐘 提早或者更早 在那邊準備 所以就讓我覺得非常慚愧 我們今天也請來很多外國的朋友 一起跟我們聊聊 歡迎你們 歡迎你們 韓國越南 美國海地 巴拉圭 德國 西班牙 泰國 是 這麼多不一樣的國家 是的 當然呢 我們今天現場起來這四位呢 是在外商公司工作的朋友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他們又各自用兩句話 形容一下自己這個工作的狀況好不好 Cat你們在這邊做事 做事嚴己麻糊不得 大家猜看看喔 它待會兒可能是代表哪個國家 他們的市場 那這個正義的是 嚴己 律己 個人主義 那艾薇是不苟言孝公司分明 那既然是階級分明 直來直往 好 這邊大家猜一下什麼國家 欸 可是就 覺得前三個是同一公司 都都是日本好不好 嚴己 嚴己律己 然後不苟言孝 對啊 第四個至少直來直往 直來直往 可以說些話 感覺前三個是日本或德國 然後第四個是韓國 愛麗絲小姐 因為我也覺得第一個是日本 因為日本像日劇裡面他們演的 就是他們主管他什麼 就是他們下屬跟主管之間 是保持一定的距離 他們做事都要很謹慎 然後呢第二個我覺得是德國 是因為他們常常會就是 強調一些就是他們要做好 自己的本分 然後一定會很嚴格的規範自己 然後美國的部分是他們 妳反而是覺得美國不苟言孝 對啊 因為我是覺得公司分明是美國 因為影集裡面他們都會工作跟私底下什麼 派對跟工作的時候是很分開的 然後德國也是 韓國 第四個韓國我也是覺得是 因為韓劇裡面都會有 他們就會一直那個前輩前輩 然後就是階級很分明這樣 會一直叫他前輩 他們的倫理非常重要 所以我覺得階級分明 第四個有沒有答對好不好 來 第一個是日本嗎 做事嚴謹 馬虎不得 答對囉 第二位是 蛤 美國 是個人主義 對了 還注意到 第三位 不苟言孝 公司分明的是 韓國 不像 第四個 階級分明直來直往 是 韓國 集合是不是 我想問妳一下 階級分明直來直往 既然有階級怎麼直來直往 就是妳也不可能去犯上啊 妳懂我意思嗎 應該是指 就是上屬對我們是直來直往 他講話就是毫不客氣 然後妳有什麼他就會直接告訴妳 對 那德國公司的這位 妳真的在公司很少笑嗎 他在上班的時候就是 妳一定要非常非常的 認真 認真 因為假如他說 妳要在這份 妳要把報告五點交出來 妳就一定要在五點 那台灣的話可能就 像東方國家可能 就說 亞洲 亞洲國家可能說 妳盡量在五點之前交給我就好 可是在德國他可能就說 妳五點一定要給我 所以妳一定要在五點的時候 把他趕出來 對 所以就要很認真 如果慢個十分鐘他們會 一樣不行 十分鐘之內就不行 因為五點下班就是五點下班 真的 對 OK 總開關就關了 是 好 那我們今天就一個個來看 我們先從這個辦公室的職場倫理 從日本 我們現在要演一個魔女劇 大家來看一下 其實在犯了很多 在日本職場是不能犯的禁忌 看同學可不可以猜得出來好嗎 來 來 好累喔 終於打完了 來看一下日劇好了 吃零食 就這樣子時間慢慢過去了 到了中午的12點 中午了 同事們 放飯吧 中午了耶 我昨天沒什麼睡 肩潔有點痠又累 補眠一下好了 就這樣子 又過了一個小時 一點了 完了完了 還有一個報告沒打 好 時間來到了晚上的七點鐘 這個時候 員工準備下班了 搞定 下班 等一下去派對出去嗨 頭很亂亂的 怎麼樣 要出去玩了 對啊 主管 你頭髮好像有點亂 我們這大公司門面要整理一下 來 我剛剛有書 好 我先走了 好 拜託 好 請問一下大家她剛剛在職場上面犯了哪些錯誤呢 日本職場 OK 因為我覺得那個日本上班應該不能看日劇吃零食吧 要看韓劇嗎 對啊 就是上班就應該要 就算你工作做完了 也要假裝你在做 就是不要讓人家覺得你在偷懶 然後中午睡覺 因為我記得看日劇感覺他們中午就是 要聯繫感情 應該是大家要一起出去吃飯 可是你自己一個人在那邊會覺得你好像 就是人緣不好還是什麼的 被排擠 對 然後他還糾正那個上司的外表 因為我覺得日本人感覺應該是很有禮貌 應該就是 就算上司外表怎麼樣 你也不應該糾正他 所以上司居然卡了一個菜喳 你也不應該告訴他 對 不能告訴他 然後只要沒看到 還是要知道他很有禮貌 但是我們來問一下 這個日本人共識過的名譽 你自己覺得這裡面犯了最禁忌 我覺得服裝出了很大的問題 服裝 對 因為呢 剛剛那個下屬啊 他穿得比上司還要像上司 所以其實這樣還蠻沒禮貌的 不可以 不能穿得比上司帥 對 如果說上司穿得非常嘻哈 或者是鬆垮的話 你應該要再比他更鬆垮 這樣才會 就才會比較得出來 這樣子喔 真的嗎 我看到的是這樣我覺得 其他的行為呢 其他的行為其實他們剛剛講的差不多 包括下班的時間 然後中午去吃飯應該要一起 因為既然主管已經講了 你就應該要配合他 應該要讓一起去這樣 就算自己手邊的工作可能沒完成 喔 好 我們要請在日上工作的Cat幫我們回答 我覺得剛剛大家講的大部分點都有到 可是 像 看日趣這件事情 我想應該在台灣也不行 可是 日本他們其實 最重點是 你做完一個工作的時候你要回報 對 因為其實 對 因為其實 你要馬上回報 你不可以坐在那邊 然後裝忙或是做自己的事情 因為他們的主管其實都會知道 你做完這個工作 大概會花多久的時間 所以如果你沒有主動回報的話 你基本上在他們心裡面就扣分了 對 然後 梳子的部分的話 其實是因為發音的關係 對 因為梳子它在日文的話是 那代表就是 有點比較不好死掉等等之類的意思 對 所以基本上 比較不會送梳子給別人 對 那趴著睡覺是不是好像也不行 趴著睡覺的話其實比較不行 那通常如果說你趴著睡覺的話 是要表示說 你身體不舒服 你是有點暗示性的去告訴你的主管說 我今天身體不舒服 他不希望在辦公室那樣的場所 有這樣的一個行為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 對日本人而言 就是工作的地方是很神聖的 對 那這個其他三位呢 在你們的這個不同的外商 有沒有哪些不同的技術 有沒有 正義有沒有 像他們就是在聊天的時候 其實美國人聊天是很福利的 是很開放的 只是說在聊天的過程當中啊 其實不要隨意的去碰到他們的肩 就是拍他們的肩 或是拍到他們的頭 只是賭博的人 不行被碰到的 因為有時候可能我們 像台灣我們習慣嘛 比如說我們跟朋友兄弟之稱嘛 那可能會看到你很久不見 或是自己的同事說 欸 好...你好...拍...拍肩嘛 他們會覺得這樣是有一點不太尊重 不太禮貌的 他們會覺得說 聊天就是應該要很規矩的 比如說像 要走正統的方式 不要說有點就是類似又放蕩不羈這樣 正義講到的又是心理學上 人跟人之間的一個覺得安心的距離 對 因為文化的不同 有時候東方人又喜歡這樣擠在一起 或什麼 西方人會覺得不好意思 你已經侵入我的範圍 他很注意這個我跟你之間 對 是不是 那在德國呢 德國的劇場 在德國的話 他也跟日本一樣就是 很注重守時這個東西 但是 你提早到的話 他也不會覺得你比較認真 對 所以我有時候就是 上班的話有時候找到 我也會現在外面就是 流連一下 就看一下外面有什麼吃的啊 什麼的 然後再進去 等時間到再進去 然後 下班的時間都非常非常準時 所以那時候在 外商公司 德國外商公司上班的時候 就非常 下班是非常快樂的一件事情 可是上班的人很痛苦 那也是不能吃零食 也不能這樣打瞌睡啊什麼 睡在桌上 你在忙 你要忙報告已經沒時間睡覺了 不可能有午休 對 沒有 就是你要 你已經準備要把那個本分做好 你已經沒有時間去那 做那些事情了 吃東西會不禮貌嗎 吃東西會不禮貌 喔 也不能 在德國也是 也不行 更不行 工作局長太高調 小心遭主管抓包 因為美國是主管一定要先到 他不先到的話 能夠我們不尊重他 他是不是主管啊 這個是我們剛好他要準備做 在日本你開車 開車的話是不是 下屬開車 可以開得比主管好嗎 可是如果發現我的車子 比善屍好的話不會講耶 這有時候真的不能太白目 我們房子的設計師啊 每次都開得比我們好 那我就會覺得說 你到底賺了我們多少錢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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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覺得你可以嗎 你都幾個歲 觀眾真的會覺得你好笑嗎 那些都是老梗耶 年輕人真的會喜歡你嗎 你都有四個小孩 覺得你還有收視率嗎 我最近節目收視率都還不錯 真的有信心嗎 嗯 因為這個節目 是跟張建立一起主持的 中天中的舞台 晚間10點 小明星大跟班 吃東西會不禮貌嗎 吃東西會不禮貌 喔 也不能 吃德國豬腳也不行 更不行 那更不行 日本也不能參與主 那集合韓國的職場 剛剛他們說到的就是禮節 收視這些都有 基本的都有 那我們比較不一樣就是 韓國人比較重視團隊 就是 小組都會有團隊精神 對他們說很重要 然後可能去哪做什麼 都是一起行動 就不能單獨 單獨對主管來說是很不禮貌的 然後呢 下班的時候 如果你自己分內的事情做完 但你也不能先走 就是你一定要等到 全部的人都下班了 再一起走 因為通常主管都會 就是邀約大家就是 就是下班之後還有別的活動 那你一定要到 不能不到 他們會非常非常在意 對 團體行動 對 要注意的 請問一下我們外國代表 你們的這個 國家的階級制度 在職場上面是不是很重呢 請問我查 金老佛爺 金老佛爺 你好 妳好 妳打圈 對 韓國 因為韓國真的是 因為剛剛吉爾也有講到 非常的就是上上下下 非常的分明 就是譬如說就是 好 上師來了 對 主管 就是這個 上師啊 主管 老闆 我是這一個 我的上司 不好意思 在他們的上司 可能是這樣 對不起 然後我主管 就是只不過我的團隊的主管而已 然後他早上到了 就是其他同事 對啊 就是站起來 就是跟他敬禮 就是 哪種敬禮是這樣 對 馬上就是馬上站起來 就是這樣子敬禮 就是 對 除非 敬禮一次一次就好嗎 一次就好了 除非主管說 沒關係你們繼續忙的時候 他們就沒有關係 但是還是要做個樣子 還有老闆 就是公司的老闆來了 那不得了 全部就站起來 就是要舉個工 然後老闆就是要看著大家 你們辛苦了這樣子 哇 禮貌很重要 對 在日本應該也是類似吧 對 比較嚴重 剛剛看到那個模擬劇 我有看到六個錯的地方 是像就是看日劇也是不對 然後吃零食是 我覺得還好 但是如果是我的話 問問旁邊的上司要不要一起吃 這樣子嗎 對 那假如說在日本 假如妳開車的話 是不是下屬開車 下屬開車 下屬 不是 職員開車 職員下面的人 可以開得比主管好嗎 就是 對 就如果發現我的車子 比上司好的話不會講耶 就有點不好意思 對 可是 時下開車還好 就 買的 對 盡量不要跟他討論到這個 對 這有時候真的不能太白目 像那個我們房子的設計師 每次都開得比我們好 那我們就會覺得說 對啊 對啊 真的很像 是不是 哇 跑車 我們想說哇塞 這一台四五百萬 對啊 但是這樣比較起來的話 跟美國應該很不一樣 美國的話就是大家都差不多 像是 我在台灣看到是 都是員工先來 然後主管他可以隨便 他遲到很久沒關係 所以在美國這樣一定不行 在美國是主管一定要先到 一定要先到 他不先到的話 然後員工會不尊重 他是說 你什麼主管啊 你自己做不到 還要從門做 會覺得 對啊 對 觀念不太一樣 在海地呢 他說的是跟海地一樣啊 可是他剛剛說的 你不能開比老闆 你的車不能比他好 因為我開我的車跟老闆沒有關係 老闆不能跟我說什麼 做什麼都是我的 對啊 這個沒有關係 OK 了解 都很free的 但是在德國上面 德國的話 是不是就像剛剛講的那樣 對對對 我們很重視那個機率 所以如果 我們會聽老闆的話的是 等一下 我發現有一個國家 一定要點他一下 對 西班牙的通宣 因為我們的感覺 西班牙人非常重視休閒 對不對 對 他們中午 就是我有朋友要去西班牙板 要購物 就說怎麼都買不到 因為他們都還沒回來 他要睡午覺的 對不對 那這怎麼辦在職場上 也可以睡兩三個小時嗎 有 有的 小的店 他們會有兩個小時 然後他們會回家 然後睡覺 然後去上班 對 公司也這樣子嗎 對 但是大家都會準時回去嗎 沒有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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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你要用你的 什麼要用你的時間 有的像回家 然後休息 有的 就 就不回來了 OK OK 那這樣 這樣艾德維應該是 很不喜歡歐勒天 對 我們覺得西班人這樣很奇怪 奇怪嗎 其實有很多德國人喜歡來西班牙 因為他們覺得我們的環境很好 很多德國人跟英國人 非常放鬆 對 對不對 很輕鬆 很輕鬆 是的 所以還是要問一下米佑 在日本的職場裡面 是不是 比如說拍戲的時候 連放飯都有他們規矩 對 因為我之前因為拍那個 原來是美南的台版 然後我有去沖繩取景 然後我在現場我整個是嚇到 因為通常在台灣 你吃飯你就是拿了便當 然後你就是 就每一個人就 叫著放飯就去拿了 然後結果在日本 我發現他們 其實連吃飯都很講究 就有一整個亭子給你 然後就有那種像Buffet的那種餐盤 然後你們每一個人就是要照順序 導演開始 然後什麼客戶 然後演員 那個階級的備份 就是這樣排下來去拿東西吃 然後我真的有嚇到 就是想說怎麼連吃飯都這麼的 還要講究階級這件事 所以就按照這樣講的話 就是你的菜色也不能比導演的好 是吧 好像沒有特別這樣 因為就在外面吃的東西是一樣 對 可是每一個人的東西其實都是 其實是平等的 可是就是先後有序這樣 了解 好 接下來我們要討論到 見客戶該有的禮儀 有不同的國家 有哪些不同的禮儀呢 我們來進一個考驗 外國朋友中文超流利 讓主持人好驚訝 我們在泰國有一句話說 客戶就是上帝 辦事完然後他 不是辦道事嗎 辦廁事 辦事的人 你會給他養問 可是 你不行給男生跟男生 怎麼會給他 他媽就很惡然 怎麼 你剛剛是說惡然嗎 對 你去哪裡學個中文 我不是說 好的 這個呢就是禮儀連連看的考驗 那有幾個選項 第一個是 談生意不能在喝酒場合 第二個是 送禮不能送刀叉餐具 第三是 個人道別要一直鞠躬 第四 用右手握手 左手要扶著手肘 第五 聚餐食 碗不能拿起來 有一個錯字 手肘 好 OK 好 對應的國家是 A 日本 B 美國 C 德國 D 海地 和E 韓國 大家來連連看 來 蠻特別的 我覺得最特別的是那個 用右手握手 左手要扶著手 所以是這樣握嗎 特別 大家連連看囉 好 真的概念 是 那個 來 威廉 我用的是三趣法來做我的連連看 第一個 談生意不能喝酒 我覺得是德國人 因為剛剛整集聽他們敘述 德國人感覺就是 需要非常認真的工作 第二個 送禮不能用餐具 不能送刀叉 刀叉我選的是美國 然後第三個呢 就是日本 因為 鞠躬你確定就是日本了 這個很明顯是日本 好 然後再來是海地 海地 第四個 為什麼 第五個我選韓國 那為什麼海地要這樣握手 那海地是我 我用三趣法最後一個 猜的 那韓國是去餐食碗不能拿起來 因為我們 我之前去韓國旅遊的時候 我們每一餐 好像我記得我不會把碗拿起來的習慣 他們的餐具 對 好 我們一個一個來解答好了 好 日本 我們就請日本人 代表不好我們解答 日本的 日本一定是跟人道別的時候 要一直鞠躬 好 18箱 這個是全球都了解日本人的這個 禮貌做到 Kate也是這樣認為 Kate應該也是吧 對 就是我們要道別的時候 會類似像這樣子 就示範一下 就是想知道你要走 然後我們就會一直講說 好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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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直送到就是我看不到她 看不到她 對 你知道這我 就是現在不是很多日系的買貨公司嗎 然後電梯小姐不是也要把你送走嗎 有一次發生超糗的事 她就類似的講說 謝謝請下樓 然後呢 那門不是要關嗎 我有安關可是她壞了 所以 所以那小姐就一直這樣啊 甚至小姐還會這樣 對 對 我就看到她眼睛往上飄 一直關不起來 所以那種時候真的 她是不是連眼睛都不能瞄 對 不能瞄 而且其實正統的應該是要 甚至要到快要90度 要這麼歪 她一直不停不停的講說 謝謝 謝謝 一直目送到她 就是妳感覺到她走掉 就是微光走 感覺到她走掉為止 了解 好 接下來 美國 我想說 這個考驗代表台灣大學生 最不了解的國家都是美國 每一個都錯了 每一個都錯了 應該是 1 1 談生意不能在酒場 談生意不能在喝酒場 沒錯啊 為什麼 你談生意要清醒 為什麼要喝酒啊 可是美國人不會在喝酒地方 順便聊一下 可是我們很多地方都可以喝酒 美國人就是 已經做完之後才去喝酒 你不能一邊工作一邊喝酒 休閒的時間就是休閒 對啊 那如果我們現在是用餐 可是我們剛剛有一點事情 沒談完 我又叫了酒 這樣就不能談剛剛那個事情嗎 如果事情沒談完 就不會離開會議室 公司的你 對 非常的分明 了解 好 對 酒會務事 好 那德國 德國 德國 我應該說大家都說是1號 其實每桌以外 1號也可以 因為我們 看那個生意的時候 我們不會喝酒 但是 所以你們1也有一點點 也可以 但是其實是2號 送禮不能送刀叉 對 其實 我也不確定是為什麼 就是我們沒習慣 我從來沒看到人送這種東西 就是沒有人跟我說明 所以我自己不知道 我覺得很多人不知道 但是我們知道不能送這個東西 這邊有人知道嗎 是 因為那個老闆好像跟我講說 這樣感覺是 硬碰硬的感覺 就是會傷害友誼 就像我們 德國人超硬啊 不是 就像我們台灣人說不能送時鐘 就像送中 送中那種感覺 可是因為那是諧音的關係啊 可是他們 刀叉是打武器啊 武器 德法戰爭 他們過去的 武器打架 海地 海地 請問八思田 就是 5 5 對 第5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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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都是海地喔 我告訴你 因為你 我告訴你 他都是海地的 我告訴你 就是海地喔 海地喔 蛤 你在吃飯 你把那個盤子拿上來 是非常沒有禮貌的 因為我們就是 之前被法國知名的 所以我們就會用他們的 好 我知道關鍵在哪啦 我們寫的是碗 你剛剛說盤子是嗎 都有 都不能拿起來 都不能拿起來 黏子在桌上 那 那 因為像比如說 歐美人商品有時候要分享的 比如說這個沙拉 還有那個 那個什麼 馬鈴薯泥這樣 如果你是打到一起吃的話 一個大盤沙拉可以拿給別人 但是自己的 不能拿起來 要低頭吃 左用右手握 左手要這樣扶著 吉兒要回答嗎 這樣就是韓國 韓國嗎 真的喔 你示範一下 你跟 握手 有兩種方法 一個就是 這樣子 OK 還有一個就是 手扶著胸部下方 為什麼 是帶來他們尊敬的意思 尊敬是這樣嗎 金老師 因為就是傳統來講 是右手是非常正面光大的手 左手是非常做比較壞事 就是一些骯髒的事 對 比如說我們去洗手間 上廁所上完以後也是用 也是用左手 所以我們通常拿東西 或者是跟人家借東西都是要 就是拿 就是一定要把它就是藏 一定要把它藏起來 然後就是這樣子 或者是把它就是收進來 就是把就是左手收到 就是人家看不到的地方這樣 才是禮貌 因為這是正面光大的手 了解 好 但是你們在跟這個客戶 談生意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利益 有沒有 來 永康 美國 在美國的話就是 話說要直接不能送禮物 不能送禮物 絕對不能送禮物 如果你送禮物的話 你的客戶會覺得 是不是你要跟我做什麼 不公平的東西 或是你的錢並不是那麼好 你想要討好我 所以如果你送禮物的話不行 而且你不要送錢 你送錢的話他就會覺得 你覺得我沒有錢嗎 為什麼一定要送錢啊 一直沒問到泰國的小遇言 對 泰國的職場 泰國的話 泰國有一句話說 客戶就是上帝 對 不管怎樣你還是要 跪下來 對 沒有啊 你要對他好 不管你 他對你很生氣還是怎樣 你還是要忍 然後 他走了 你才可以這樣就怎樣 講他的壞話 然後 如果辦事的時候呢 辦事完 然後你要去送他到請車位那種 車位 不是辦這種事 不是辦這種事啊 辦趁事 辦事完然後要去送他 然後讓他走你才可以離開 比較有禮貌那種 歐勒天西班牙人呢 在職場見面會不會比較親熱一點 對 我們認識 我們認識新的人 我們會男生對女生 還有女生對女生 我們會給他兩吻 兩個吻 對 兩個吻 在他的臉 當然不是在嘴巴 然後 可是 兩個吻 真的不行 不行 你不要 你好 回答 他會就 很愕然 怎麼 你剛剛是說愕然嗎 對 你去哪裡學個中文啊 什麼意思 他不是 他很 他很 緊訝 發生這個事情嗎 唉唷 那這樣 哇 大家一定要這麼苦聞 了解 所以就是男女是可以碰碰廉價 這樣子 好 那請問一下巴拉圭的David 我們是跟西班牙也一樣 我們要問兩個 然後每一個人 如果有四個女生 你跟四個女生都要進 然後我們要準備好一點 像乾淨來很好 然後 有香 香水 然後選得很好 然後別的東西也是時間 應該 我們都會知道 拉丁人都會知道一個小時 然後你有跟客戶說 我們要六點見面 這個是七點要見面 可以晚一個小時就對了 所以你知道 如果你跟大師六點見面 你去那邊六點 你要等一個小時 你這個跟我們那個喜宴啊 開始吃是一樣的 有沒有 喜宴上面寫六點半 大概八點才會開始吃啊 對啊 是不是 原來我們是巴拉圭的習慣 但是好像雪希在日本換名片 也是一個非常要注意 對 我們名片交換方式非常複雜 是先把那個名片的方向要朝客戶 先 就是然後 就是通常是 第一位下面的人選給 但是通常是 就是 大家 就是互相客氣 所以不想要解 先解 所以就同時 同時交換 對 右手拿自己的名片 然後左手接客戶的名片 對 你三 這樣才成功 我收起來 對 然後不可以馬上收起來 就先看一下 對 然後如果不知道怎麼唸她的名字的話 就確認一下 這個是怎麼唸 然後就 然後如果她回來也不可以直接寫 就離開然後偷偷寫這樣子 了解 好 不過接下來我們要討論到的是 這個跟客戶之間吃飯應酬的場合 那麼要有一個模擬劇 是韓國職場的這個吃飯應酬 有哪些錯誤呢 然後大家一起來抓一下 韓國競技大揭秘 納豆竟想先害桃子姐 還說乾喔 酒怎麼沒有了呢 這是一個失憶症的結果 來… 快 酒怎麼沒有了呢 大家很覺得哪裡有錯呢 我不能自己倒酒 因為這樣子的話 我對方的 難怪納豆是包兩倒酒 對 這次非常的高興 我們很榮幸 這次的業績 是本公司的第一名 小谷 你表現得非常地不錯 沒有…主管 所以你調教得好 來…我幫你倒酒 好 這在美國是不會發生的吧 主管 來 還是他們在慶功 對 這 乾 來 酒怎麼沒有了呢 來… 來…出關… 來 乾 再乾 還說乾喔 可是 酒怎麼沒有了呢 這是一個失憶症的主管 來了 完了… 來 主管 來 主管… 怎麼辦 酒怎麼沒有了呢 來 主管 等一下就是太開心了 好啦… 這麼好 我幫你自己碰碎 好 兩位先請坐下 我們來問大家 妳覺得哪裡有錯呢 哪裡有錯 愛麗絲 第一個是阿迪姑 怎麼會是先幫自己倒酒 再幫主管倒酒 然後乾 乾的部分是 她對主管這樣講話 太沒有禮貌了 正解的話 金老婆爺 我覺得她第一個 酒選得不對 因為真的是剛剛她有講 就是酒 紅酒不能這麼的快喝完 妳這樣子好像沒品味 好像燒酒的感覺 對 燒酒當然是 因為小小的 一口 一口一口 因為這樣子 對 這樣子很好 對 再來是就是 一開始她就是先倒上是 前輩就倒酒 接下來是 她 就是前輩就幫她倒酒 就是互相 不能自己倒酒 因為這樣子的話 我對方的 就是我的前面的人 所以不能倒 對 不能自己幫自己倒酒 就是非常的 會倒霉三年 對 對方 就是變成就是 我上次要就是 韓國安娜都會是包兩個倒酒 對 對 那是韓國人嗎 很緊張 我們不是在吃韓式燒肉嗎 那就是要恰恰注意一下 對 對啊 妳小禁 所以就是如果好 我的上次倒霉三年 妳就自己幫自己倒酒 然後就是 主管說 就是好 我們乾杯之前 就是不要全部都乾完 她喝的速度 是不是也要配合主管 當然要配合 對 要配合 速度不能比主管快 對 因為來往 不然就是主管一直關她 關她就是那個喝酒 那剛剛主管 難道一點錯都沒有嗎 她一直說 欸 怎麼沒酒 對 桃子姐我有一個問題 主管是根本不會這樣講 就是不會說就是 對啊 不會 我有問題 那如果她自己沒有酒怎麼辦 主管會就是幫她倒酒 來... 然後就幫她倒酒 這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主管都會就是觀察這一些事情 對 腳不會觀察也不會當上主管 對 就是這失憶症的主管比較危險 會 是不是 好 所以很多細節要注意 謝謝兩位同學 謝謝 好 這邊要問一下各位外商代表 在跟外國人這個吃飯的時候 應酬的時候 有沒有哪些禁忌也是碰不得的 日本人的 日本人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禁忌還蠻多的 對 像剛剛喝酒那個部分的話 日本人比較特殊 日本人的話 跟韓國人比較不太一樣 日本人的話 是下屬要幫上司倒酒 然後當然就是你一定要先幫上司倒完 然後再倒自己 這是一個部分 然後另外一部分的話就是 一定要等上司先拿筷子要吃了 你才可以吃 對 然後吃之前 如果是有飯的話 不可以先吃飯 對 你不可以先吃飯 對 你不可以先吃飯 對 你不可以先吃飯 然後要先吃別的東西才可以吃飯 白飯嗎 對 白飯 我們先喝湯 然後再來吃飯或者是吃福菜 是因為筷子的問題 先吃飯的話就會黏住飯 所以先喝湯 因為我們日本人是 不會用湯汁喝湯 是用筷子喝 用筷子喝湯 對 就直接倒完就這樣子 那這個美國 應該就沒有什麼境界了吧 其實有 因為美國他們在吃飯的時候 他們 因為他們會覺得吃飯打哥 沒禮貌 對 他們是非常不尊重不禮貌 當然我們台灣我們會覺得很福利 因為可能朋友嘛 聚餐的時候可能 有時候我們難免會打哥哥 有時候甚至比賽的時候 看誰打哥哥都 可是我覺得是在台灣 不行啦 我現在教我小孩也不能這樣 我說家裡偶爾或許可以 但出去這個真的 有一點沒有禮貌在餐桌上 對 像我剛來亞洲的時候 看到我們在吃東西的時候 我是亞洲的朋友隨便打哥 我就嚇到了 你怎麼會打哥 就是會覺得 沒數呀 好可救 對啊 而且像剛剛那個永康有講到 在應酬前就是 我們不要帶客戶去 客戶那個喝酒的地方談生意 其實我們這邊 我那時候真的有很深的經歷 就是因為你帶客戶去喝酒 不要帶客戶去有喝酒的生意 因為他們會覺得這不專業 他們會覺得 喝酒是喝酒 工作就是工作 喝酒的時候就是 要很快樂 很自由的喝酒 工作的時候不能跟這個有連結 他們會覺得不一樣 當下跟你講了什麼 他們會覺得說 為什麼你們台灣人 都一定要喝酒 然後結合工作 其實我們那時候會覺得說 沒有 因為其實在亞洲的 我們台灣人來講話 因為我們當然是說 有時候去喝酒是一個文件 有時候 印象裡還要去把韓國台灣 喝多點 我們會心想說把他灌醉 然後就把鼻涕給他 你們喝 今天我們真的學到很多 各國不同的文化 但我覺得有些 反而是生活基本禮儀 就是提醒大家 就是不要在外面打嗝 吃飽飯 台灣人剃牙 其實美國人也會嚇一跳說 你們怎麼可以在餐桌上剃 那當然大家的習慣 如果說你已經習慣 但至少要遮嘴 對 比較有時候老一輩 會一邊這樣 怎樣 現在怎樣這樣 然後還一邊剃 還一邊跟你講話 我覺得這應該是屬於基本禮儀 而不是說哪一國的界線了 是 好 不過在這邊呢 這個今天我們的蔡明友 有活動要告訴大家 對 我有簽唱會 在台北的西門紅樓 1月23號下午的2點鐘 簽唱會如果要握手的話 要這樣子喔 把左手張起來 對 好 那希望大家可以來捧唱 我和我的布拉姆斯的 台北場簽唱會 好 今天現場要唱什麼歌 現場要唱一首 我的第二波出聽主打 叫假男友 歡迎 假男友 謝謝 當時沒有想到 我們會變這麼好 是誰先說 你好 已經不是太重要 分享彼此煩惱 開開對方的幻想 有了無聊 有了無聊多了 有時每事都打擾 你是我最愛的朋友 我是你的家男友 不管別人怎麼誤會 說我們是一對 你總是笑我牽淚 造成你沒人追 想對戀人在約會 卻沒想過會不會難得 關係完美 誰都不準 不管空氣多麼曖昧 在一起多珍貴 保持在安全範圍 我們都沒去回 想對戀人在賭罪 卻沒想過 眼睛最深深愛情 很美 有意卻更珍貴 難道這麼完美 就不要高貴 好好聽 1月23號請大家借她的活動 這麼好聽的專輯 新專輯已經發行了 好 也是全創作是嗎 全創作 好厲害 猜錯 都你寫的 曲的部分 詞還是有經別人幫忙 我的國文造職不是非常好 好 這又跟西班牙同學聊聊 好不好 是 好 在這邊還有她的活動 請大家多多支持 蔡米宥也謝謝所有的來賓 謝謝 謝謝